豆豉凉鱼 香薯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凉鱼 士椒 茄子 一罐豆豉凉鱼 一条茄子 有蒜头 有红椒 有葱 这只茄子很大 茄子 材料都洗干净了 先切茄子 头切 很硬 头一尾 切茄子之前 准备一碗水 水里面 放2克盐 多一点 然后放少少白醋 这样滚一次就可以了 放下 放下 先放下 因为茄子都比较容易黑 好 在里面 放下 放入 防止它 阻湿 往下 水里浮起来 好 好 放些蒜 放点 茄子 浸5-10分钟就可以了 那十分钟里面 切一切蒜 先煮蒜 先拆开 反过来 切成辣椒的香味 切成辣椒的香味 切成蔥花 罐头也要洗一洗 很容易开 手指顶住 因如力 很香 切成辣椒 有三条 我夹两条就够了 其实豆豉领也不需要怎么切 就这样做也要开 甚至下手去撕一下也可以 一丝一丝 我喜欢这样不喜欢切 但有些不规则的感觉 口感是不同 也不需要弄得 像针瓣肥腩腩 小洗一次 撕一撕地撕开 好 够了 先调味汁 放1汤匙蚝油 放少许盐 放少许盐 半茶匙糖 生抽 1汤匙 放少许盐 倒少许盐 清水 搅拌均匀 处理好 到茄子角 正好 茄子 握一握 把它握软 茄子软了之后 容易入味 容易淋滑 均匀地握 软熟 整块茄瓜都软熟 我们的目的是握软 它 这些水也有少少底味 所以汁就不会调到那么咸 好 握好茄子 把茄子弄在深的盘上 我用低筋面粉 用手 用刺筋 不均匀 揉过就可以了 好 烧热锅 锅盐放入 稍微放少许盐 放入 紫色的面 翻过去 好 转一转 转一转 把一点反鲜 再反一轮就可以了 好 把它翻过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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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拌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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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汤匙 加入一些 材料汁加入 鸡肉 皮已经煮得很新 豆腐2鸳 加入 鸡肉 鸡肉 葱花 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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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来尝一尝 又淋又滑的茄子 超淋滑 真的非常好吃 超醒的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去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赞 多谢大家 拜拜